为什么凤和黄是一对 他俩不是一个吗 凤黄是古代的白鸟之王 凤是凤 黄是黄 熊的是凤 慈的是黄 凤为三尾 黄为两尾 本来啊 凤和黄是一对 但是自秦汉以后 龙逐渐成为了帝王的象征 凤成为了皇后嫔妃的象征 有了龙凤成祥的说法 后来凤就陷入到了一种性别错乱的尴尬中 原来凤黄不是一个 是让雌熊分开的呀 对 而且和凤黄一样被后人误会的 还有很多 比如 皮修分雄词 皮是皮 修是修 熊的是皮 雌的是修 皮头上有一脚 面向左歪 左脚在前 修头上有两脚 面向右歪 右脚在前 民间传说中 皮代表财运 而修代表财库 有财要有库 才能守得住 因此啊 收藏皮修 大多都收藏一对 才能真正的招财尽宝 但是身上啊 只能带一个 防止打架 鸳鸯 鸳是鸳 鸯是鸯 熊的是鸳 死的是鸯 鸳 色彩鲜艳 会为鲜红色 鸯 色彩暗淡 会为灰色 鸳鸯 生性激净 极善隐蔽 飞行的本领也是很强 主要栖息在有水源的地方 因为人们见到鸳鸯啊 都是成双成对的 所以是鸳鸯 为忠贞爱情的象征 我们再说麒麟 麒是麒 麟是麟 熊的是麒 瓷的是麟 麒脚下 踩的是球 或者是天宝 头上的脚比较粗大 身上的颜色 比较深 麟 脚下踩的是 小麒麟子 头上的脚比较细小 身上的颜色 比较浅 麒麟是四大锐兽之一 我们古人认为 麒麟出没 必有祥瑞 所以常用来形容 才能杰出 德才兼备的人 比如影视剧里面的梅长苏 被人叫做麒麟才子老师 你刚刚说的四大锐兽 是不是还有青龙和白虎呢 错了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是四大神兽 龙 凤 龟 麒麟 是四大锐兽 还有四大凶兽 饕餐 穷奇 混沌 逃物 这些在我国神话故事中 都是有详细记录的